提及那些惊艳时光的港风美女 你最先会想到谁 8月9日在东京奥运会闭幕的第二天 一个疑似王祖贤的社交账号发布了一张图片 途中将奥运奖派榜上的中国香港代表团 和中国台北代表团所获奖派 均归到了中国代表团之下 并配分Congratulations 虽然这样的爱国行为得到了很多网友的称赞 但这个账号却是个冒牌货 王祖贤的粉丝会也及时发出了成金 如今已经吸引16年的王祖贤 只要有什么风吹草动 依然会成为话题中心 这便是所谓的他已不在江湖 但江湖仍有关于他的传说吧 与其他通过港节选拔或TV比 原训练班出道的女明星不同 王祖贤出生在台北时的一个体育世家 父亲是职业篮球运动员 而他为了逃避繁重的客业 也选择了篮球这条路 还曾打过三年职业前锋 1982年 15岁的王祖贤在一场篮球比赛中 被运动品牌看中 随后并拍摄了人生第一支广告 可谓是出道级巅峰 而他一米七二的高挑身材 以及青春亮丽的外表 也迅速得到了许多广告上的青睐 在广告前积攒了一定名气和人脉后 17岁的王祖贤受到了摄影师宋丽萍的推荐 出演了出女作电影 今年的湖畔会很冷 也许是缘分是然 首部电影中 她便饰演了一个女鬼的角色 改片获得了当年金马奖最佳摄影奖 正式颁奖典礼上播放的一段电影片段 让邵氏高层 也就是邵逸夫的二太太方一华 一眼看中了王祖贤 并以28万港币的价格 买断了她与高达公司的经济合约 将她带回香港 在这之后 她先后主演了几部电影 所合作的都是尔东升 许冠杰这样的大牌艺人 但外貌上的绝对优势 往往让人忽略她的演技 为了摆脱花瓶的不要线 王祖贤主动向许可的妻子 是男生要求事情潜于幽魂 造型出来后 她将小鲜的冷清幽美 展现得淋漓尽致 也正是这部电影 将她推向了神坛 她所饰演的女鬼妮小鲜 完全没有大家刻板印象中的 惊悚下人 反而温柔善良 飘逸的长发 甚至带着一丝仙气 与双寒情默默的眼睛 让人过目难忘 这部电影开启了 香港特级鬼怪片的一个时代 不仅在国内带起一阵 跟派人鬼情人片的热潮 还在东南亚 以及日本等地区 引起极大反响 日本唱销电影杂志马路秀 将王祖贤评为香港电影 打入日本市场的第一大工程 随后她又揭拍了第二部和第三部 成为港片中的女鬼专业户 与此同时 她也潜心磨练演技 在与中日发搭档出演《大战户日记》时 她虚心请教 努力向前辈学习 在电影《惊魂记》中 王祖贤与林青霞首次合作 她在聘中一人分饰两绝 一个是单纯善良的姐姐王苏群 一个则是小胎妹王苏群 由于姐姐王苏群被林青霞所饰演的林翘楚尸首杀死 妹妹从此便以姐姐的身份生活 并找机会报仇 影片就此展开一系列惊险而刺激的故事 而王祖贤也将姐妹二人的差异 诠释得恰到好处 事业姐姐高升的同时 她也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感情 1985年 王祖贤在与徐冠杰合作电影《打工皇帝》时 与大的19岁的徐冠杰传出绯闻 徐冠杰甚至还送给王祖贤一辆金色的宝石 不过双方都否认了这段感情 也是这一年 齐琴凭借一首《狼红》 遍了整个中国台湾地区 公司趁热打铁为她打造了电影《芳草被连天》 在选择电影女主角时 齐琴亲自挑选了与她同事中国台湾人的王祖贤 但两人的初次见面却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和谐 我不喜欢花 那我下飞机的那一天 她就拿了一个大的花圈 套在我的脖子上 我就会觉得说 我说这个人怎么会是这么的这样子 电影还未开拍 男女主角就闹得这么酱 所以工作人员便提出让齐琴来叫王祖贤唱电影片为曲 以缓解两人的关系 向来很有个性的浪子齐琴便故意迟到了很久 也许是不打不相识 两人经戏剧性的擦出火花 因为那一天好像是她迟到了以后她有喝醉一点点酒这样 然后很好玩 她就她看我要走 那我不知道她是不是那时候就 就对我 就是有 对我很好这样子 那她看我要走 她就很生气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她就拉着我 然后就说坐下 然后我就就硬拉 一边拉一边就坐下 然后她就说 请我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那个时候好像觉得说突然来的一个 你知道love那种感觉 然后就就这样子做了这样子一个 很好笑的事情 就这样18岁的王祖贤与25岁的齐琴相恋了 才子佳人的故事开始总是美好的 这一谈便是八年 八年间王祖贤越来越红 甚至与张曼玉 钟楚红 关志林并称影谈斯塔名代 而齐琴也在乐坛占据了一席之地 忙碌的工作让两人饱受相思之苦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 齐琴仅用15分钟便创作出了那首传唱度极高的大乐赛冬季 但是异地恋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前内是王祖贤在香港身受XX实力困扰 齐琴远在台湾边场莫及 还是附上林剑月帮王祖贤解决了一些麻烦 并对他展开盲烈共识 1993年 王祖贤以居今分手 随后并与花花公子林剑月相叶 作为林家的接班人也是香港十大家族才华之一 林剑月不惜花重金为博美人一笑 不过当时他已有家事 他的母亲于宝珠更是毫不留情地说 就当我儿子花了两千万去招XXX 所以即便林剑月后来已经离婚 却还是没有允许王祖贤进门 1995年 王祖贤受感情和舆论困扰避走海外 三年后他写音乐专辑《与世隔绝》回归大众事业 同一天七亲也发表了新专辑《我拿什么爱你》 两人首度连妹举办记者招待会高调符合 经历了这么多风风雨雨 两人也将婚期提倡日程 七亲还赤资450万在台北买了一处豪宅作为婚房 从他过往的采访中不能看出他内心里对家庭的客房 但是方斐的出现打乱了两人所有的计划 2000年1月24时 一名自称是七亲儿子的14岁男孩方斐 向法院提起诉讼 状告申负七亲恶意遗弃罪 来为母亲发美方争取生活费和抚养费 虽然过程中双方各执一次 但最终这场闹剧还是以发美方撤诉 七亲支付160万赡养费并认回儿子结束 而七亲与王祖贤15年的感情 也因为这件事正式画上句号 在经历了感情上的种种失败后 王祖贤对爱情不再抱有希望 于是他在2005年拍完电影《美丽上海》后 彻底告别演艺圈 远走加拿大 离开了这个给他荣耀 也给他痛苦的地方 这让许多影迷都觉得十分遗憾 退圈的16年中 有关他的消息频频传出 2011年港媒爆出王祖贤 有一名17岁的私生女小宇 报道称小宇出生于1994年初 当时王祖贤因被男友抛弃 所以在怀孕7个月时 到台北宠爱妇产合作了银产 但婴儿并未死亡 便被主产时 傅瑞娇在旧豪后贩卖 而傅瑞娇在十多年前 也确实犯下史上最大翻影案 为证实自己的说法 这篇报道还附上了女孩的近照 消息已经爆出并引起讨论 不少人认为 女孩却与王祖贤有几分神似 而孩子的父亲 也成为众人猜测的对象 不过在对比了王祖贤 当年的行政表后 这些谣言也就不攻自破了 1993年10月 王祖贤曾与徐克张曼玉 一起在台湾为新亭轻舌做宣传 12月接受媒体采访时 身材还很苗条 所以不可能在1994年 出产下一个7个月大的婴儿 去年他又被爆出 拥有300亿的银行流水 不过这些消息真假难辨 而他本人也从未回应过 许多人都好奇 吸引16年没有工作和收入 他要靠什么生活 其实早在90年代末 他便已经表示 自己手里的钱 一辈子也花不完 光是在台北 他便拥有四套房产 其中包括一套 位于天母带花园的三层别墅 而他在香港也购置了一套 价值千万位于徐苏道的豪宅 除此之外 他在美国 加拿大 欧洲等地 均有多处房产 所以即便是不工作 他早前的投资也足够生活 如今54岁的他依然单身 但却在自己的一方世界中 做着最自在真实的自己 你最喜欢王祖贤的哪部电影 欢迎留言讨论 关注TVB的案馆 馆长带你了解 更多TVB幕后的故事